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我觉得美国这个确实是步步进逼 这个图穷匕首剑 一开始他是讲就是说 因为这个疫情跟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所以当然他希望就是说 掌握这个晶圆代工的一些供应链 但是当然我们看到就是台积电 他的一个生产技术是全球第一的 已经能够做到这个三奈米的一个量产 还像两奈米来迈进 以后两奈米或甚至美国 会不会还更想要一奈米 就像人家这个作者讲的 以后最先进的都要搬到美国去 对所以他事实上来讲 透过晶片法案等于说 一开始等于说给一些诱因 就是说你来这边来投资设厂 但是事实上来讲 对台积电来说这种补贴 事实上对他的一个成本 其实只是部分而已 台积电我觉得当然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一个生产设备 还是来自于美方 所以他必须要来迎合美方的一些要求 第二个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接近 包括像苹果 以及英特尔 辉达这些来说的话 当然他们可以就是说 究竟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假如台积电过去之后 他们可以来究竟生产 我觉得当然是有一些这个诱因 可是台积电还是知道就是说 他必须要掌握核心的一个技术 如果你的这个核心技术 等到美国也拥有的话 那他事实上就失去了这个利用的一个价值 所以他还是坚持就是说 这个内外有别 他正在比较核心的部分 还是留在台湾来继续的一个生产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现在等于就是说 还没有达到这个 整个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三大米以下的 一个生产的一个开工 已经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包括就是说 这个很多当地人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他们喜欢工作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目前台积电过去 是不是能够适应 能够像台湾能够发挥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都还在未定之天 可是美国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他并不是很满意 他真正需要的是说 不是你生产比较这个一般的 就是说当然也是算先进 但是还是需要你的核心技术 等于就是说 这个不会吹飞之力 自己不努力 其实就叫台积电来俯首称臣 把他核心技术移植过去 所以现在没有他讲说 将来美国还是要利用各种政策 来去施压 我觉得这是台积电 必须要慎重考虑的一点 如果不坚守住这个底线的话 可能到最后 这个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整个在国际上的一个 他的一个生产的地位 恐怕都不复存在 就不具有竞争力 苏杰森在过去 他担任过这个印度重要的 一些外交的一个职务 他的立场事实上一向是比较务实 他不是一昧的这个反中 跟中方的一些互动 其实都还是蛮密切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印度跟德国 现在是刚好两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那德国的话 他等于是西方先进国家 也是欧盟的核心国家 也是北约的这个成员国 但是萧芝的话 他自己率先以身体力行 在中国二十大之前 就访问了这个中国 等于说打开了这个西方国家 跟中国的一些交往之门 而且获得了中国 非常一个正面的一些回应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萧芝讲的是非常对的 但是你事实上不需要跟随美国起舞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相信 德国过去默克尔这样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你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的 互动的密切 而且德国本身其实 就是以一个以出口导向 是他一个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且就是说经济 也是他执政的一些基础 那你现在就是说 在美国现在慢慢朝向一个比加 算是走向一个保护主义的 这个贸易政策的时候 所以中国他事实上还是持续的 要继续往外的一个开放 而且就是说在疫情过后 当然有更多的一些市场 那尤其是我想俄乌战争 这个打了这个将近 这个快一年的 这个已经半年多的这个时间 对欧洲的事实上 它的一些能源跟经济 事实上影响是非常大 甚至在军火供应方面 也加上吃力 所以我觉得德国认为说 这时候其实大家应该要 抛开这种过去的这种 疫情跟军事的纷扰 要真正的在后疫情的时代 甚至在俄乌战争 即将进入到一个冬季 比较不是那么激烈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思考 怎么经济的复苏 尤其是它的内阁的声望 也受到影响 那印度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它是开发中国家 又是中国的这个禁令 美国积极地拉拢印度 希望能够对中国形成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制衡 或围堵的一个态势 但是我们看到印度 它的政策是非常的务实 它跟日本是不太一样 它始终保持一个 它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路线 我觉得这方面来讲 也算是非常的这个名字 尤其你跟中国之间 你们都是这个金砖五国 也是上合组织 共同的一些这个成员国 我想对印度来说 从它对这个俄乌战争面 对这个俄国的它的一个立场 事实上它也是跟中国一样 也是购买就是中国的这些 石油的这些能源 事实上来讲 对印度来说 它的一个经济发展 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所以在中国这个反对之后 当然印度更是会积极的一个跟进 所以它也强调就是说 它跟中国之间 事实上这个并不是敌对的关系 还是你可以讲是一个竞争者 但是很多解决这个国际问题 也是一个伙伴的关系 所以这个立场 其实跟这个德国立场是蛮相近的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 美国积极拉拢的对象 但是一个是这个开发中国家大国 一个是这个欧洲的 这个已开发的一个大国 那同时都是这个 具有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所以可见就是说 大家都还是认为 这时候应该是海举一个 比较务实的一个政策 跟中国应该是保持一个 多方面的关系 而不是一昧的导向这个美国 朝向一个完全的敌对 或加以这个制裁 这样的一个做法 确实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这种 印太战略的一个扩张 都是先有这个目标 但是你未必有 辞行的一个状况 他把这个澳洲从法国的这个订单抢进来 好像营造了一个三方同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澳洲当然也信以为真 就是美国要协助他来进行这个 这个具合动力的一个潜见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防务 他也在不断的一个更新 很多的他的这个潜见 他自己也必须要来进行这个使用 所以看起来这个美国国防部讲的是一套 但是事实上国会议员他真正拥有这种整个拨款权 他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状况 所以到时候他讲就是说 那不如大家这个凑合着来共同这个使用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 我觉得澳洲等于就是说 凑合着使用 对等于就是说其实等于是被骗了 一方面你就是得罪了这个法国 刚刚这个赖教授也讲了 就是说你在国际上的这个信誉是没有了 你到最后还必须要赔钱的了事 但是你原来既以为就是说 可以提升你的这个核动力潜见 这样的一个能力 美国到最后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是来共同的来经营跟使用 你也没有办法真正拥有这个自己的核动力潜见 也没有办法来运用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 等于就是说美方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等于是说只有这个喊口号 但是实际上落实能力是值得怀疑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现在看起来大家虽然口里都不太承认 普京说最近还要到这个乌冬地区 来做一个视察 那这表示说 他事实上是希望能够提振这个士气 但是从很多迹象看起来 俄国的这个负担确实越来越重 包括他打到这个乌克兰的很多的飞弹里面 事实上也所谓的是一个空包弹的一个状况 而且大家也评估就是说 他的一个精准的一个飞弹的数量越来越少 那甚至也找出他跟这个伊朗购买 这个无人机这样的一个状况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我看你这样的混费 我看你这样的 所以我看你 twor好 那是真的